12月20日晚 全球分布式跨境电商凯利环球 在洛杉矶圣盖伯·喜莱登大酒店 隆重举办了周年庆典活动 加州前参议员夏勒伯席夫人何美梅 加州参议员妞曼代表Scot Du 圣盖博士市长廖清禾 阿罕布拉市前市长沈石康 和蒙特利公元市前市长林达坚到场驻 凯利环球创始人兼总裁Steven J. Phillips For X-Closer创始人兼总裁Doklin 凯利环球科学家团队和凯利环球品牌合作商代表参加了年会 夏勒伯和加州参议员妞曼代表Scota Du 深盖博士市长廖清禾 在会上分别肯定了凯利环球的生物科技创新和社区健康贡献 并为凯利环球颁发了证书 夏勒伯还代表加州财政部部长 班尼玛和加州众议员Blake-Robbie 即洛杉矿郡郡长凯瑟琳·巴格为凯利环球颁发了盒状 凯利环球创造长期主义平衡共生的品牌价值观 延续了抗衰老的临床研究与科研精神 创立抗衰老始于细胞健康的品牌理念 专注细胞级抗衰老产品的研发与实践 作为企业社会公民 凯利环球始终乐于承担社会公民责任 持续为社区奉献公益援助 我们正在做一个研究 两个研究 一是在研究院 一是在医院科研究院 一是在医院科研究院 我们正在看抗衰老化的生产 我希望大家在看 有一个美好的祝福 和一个美好的新年 我们一直作为Fork Sales者 主要是支持凯利的生产 研发以及后勤的保障 从研发角度上来说 我们有足够的研发团队 来进行科研的配方的优化 以及把最好的产品 最佳的性价比的抗衰老产品 交付到消费者的手上 华夏电台记者 盛盖博士采访报道